台湾的母子 你好 歡迎 那你們有名的是什麼蛋 是皮蛋的話 就是糖心皮蛋 糖心皮蛋 非常有名 這麼厲害 口感也非常好 它非常的軟 好嫩 那你們家皮蛋會有什麼特色 它有雙的雙 非常漂亮 就代表它的品質非常的棒 好香耶 而且那個味道不是 是比的阿摩尼亞的味道 不會 對啊 它這個沒有 居然沒有那個味道 那你們除了這個皮蛋之外 還沒有什麼招牌 還有我們的那個油腥蛋 它就是一種鹹蛋 鹹蛋喔 對 你看它這個會有油 真的耶 你看它這個會出油 這是本身的油 它本身 因為我們給它吃的食物 營養分 都跟一般人吃的東西不一樣 你看它很好吃 你都沒有咔到蛋殼耶 沒有 很好吃這樣很香 就這樣子 它這個蛋很棒 很好 可以讓這個油脂 讓這個蛋很稀潤 對 非常香 而且蛋的香味很濃郁 又不會死鹹 來到巴黎 還有一樣在地人和遊客必買的伴手禮 那就是鴨蛋 老闆娘 宋梅芝說 他們是從小就跟鴨子為伍 爺爺那一輩開始 就是從養鴨公蛋 一直到父親製作鹹蛋 皮蛋批發販售 至於蛋黃 為何會如此油亮油亮 老闆娘說 要先從照顧鴨子開始 因為我們的鴨子生長在宜蘭 因為那個地方的水質 還有有稀 還有牧草 有牧草 還有魚 蝦 所以它那邊吃的 環境比較好 老闆娘說 鴨蛋要好吃 除了鴨子養殖好以外 接下來就是各自工夫所在 她說 裹住鴨蛋 一定要用土質細 且黏性好的紅土 混上一定比例的鹽巴後 醃漬上數十天 鹹味滲透鴨蛋 蛋黃才會金黃透亮 蒸熟切開後 還會翻出紅油 這就是他們家 最大的特色 繼續賣了 OK 現在我們 這不可以賣嗎 這還不行 這個還沒有蒸的 這是生的 難怪妳停在這邊 那先拿怎麼辦 現在我們要拿下來 這好重喔 對啊 手好重 現在我們要拿下來蒸 還要蒸喔 還要 因為現在是生的嘛 所以我們要把它蒸熟 我們要現在立馬把它蒸熟 對 抬去那邊賣 對 怎麼那麼麻煩 妳為什麼不一次蒸完之後 然後放兩個再拿去店面賣就好 不行 因為那個一般客人當然希望說 他買到 都要先蒸的 吃起來口感 新鮮度都不一樣 新鮮是不是 對 先蒸的話 吃起來口感 跟你吃先蒸好的 吃起來完全不一樣 差不多從小學開始吃我們蛋 甚至吃到已經結婚了 現在孩子都已經很大了 還是一樣 還是吃好幾代都是我們的蛋 都吃到現在已經都長大了 老闆娘除了賣鹹蛋 魚蛋外 還有店內人氣招牌 胡椒餅 當初巴黎販售的東西少 她觀察後 決定賣巴黎沒人開發的胡椒餅 她改變一般旺烤的方式 選擇用烤箱 連皮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成為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在地美食 是 你看它還在冒煙 而且它這個肉 這個很紮實 你看它吃肉塊 對 它是用肉片 不是用肉餡 不是用絞肉的 對 而且這個餅 你靠近鼻子 就會聞到濃的胡椒味 很香 這個餅很脆 很有層次力 它的麵香很重 它蛋黃包在裡面 這也很香 這樣吃法也很棒 它這個胡椒餅 包進這個鹹蛋 把它加熱之後 這個蛋的味道 跟胡椒餅混在一起 那個香味不一樣 你吃吃看 有蛋跟混合的話 吃起來不一樣 口感 還有包蔥 有蔥香 也有蛋香 也有肉香 太難吃了 還有餅的香 這個鹹蛋 搭配這個胡椒餅 香香鹹鹹的 剛好 這麼想出這種東西太天才了 因為這個蛋跟肉 是很搭配的一道食材 如今他們宋家的兄弟姐妹 也個別所值 一同經營 而她最主要就是 負責製作和銷售 現在也慢慢將技術 傳授給兒女們 兒子負責鹹鴨蛋 女兒負責胡椒餅 成長的過程 他們還是覺得 幾乎他們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不想在家裡做這個 我想去外面做別的 你就讓她去做別的 然後讓她去外面 讓她嘗試嘗試 然後到最後還是選擇回歸家庭 因為她認為這家裡都很需要人 所以他們最後還是回歸在家裡幫忙 維持一個家不容易 必須靠著家中每一個成員相互扶持 才能茁壯 問老闆娘累不累時 她回答得很堅定 我很喜歡這個工作 今天看見了昂菇桂店 一大家子的互助合作 看見了林老闆 圓了父親夢想的甜蜜附和 當我看著這群巴里人 很用力很用力的 在為生活付出時 也同時讓我看到巴里人 最可愛的一面 每天中的一面